东方女蓝对阵法国的这场艰难之战马上就要开始 北京期间2月10日 中国女蓝在陕西西安迎来奥运会资格赛的第二场比赛 很明显这场比赛是目前中国女蓝三场比赛当中最艰巨的一场比赛 我们也期待一下中国女蓝看看这场比赛以李梦含蓄为首的 中国女蓝会打出怎样的水准 这场比赛呢同时我们也看看 真伟组教练他排出的中国女蓝的先发阵容达到好的成绩 分别是王思宇杨丽维李梦黄思静和韩旭 这场比赛到一个调整 真伟组教练把杨丽维换到了首发的阵容张如作为替补 看看这样的一个辩证对于中国女蓝是否有一定的变化 好的我们看到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现场也是作物虚席啊 就这一点这场比赛你弹头确实是激动人心的一场比赛 上一场比赛中国女蓝赢来大胜 这场比赛会打出怎样的结果呢 我好像来了一个场断 王思宇快速给了前场的李梦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王思宇跟李梦的这一个配合非常的默契 把国女蓝底线发球 直接给到空位的约翰内斯 也给约翰的法国小跑车直接三分投射命中 确实是强啊 王思宇 胡递位置也是回金了一记三分球 中国女蓝现在也是大比分落后啊 杨内维给到王思宇再叠李梦 单塔的机会一个转身 哇这是造成对手的犯规 现在需要李梦站出来的时候啊 因为中国女蓝确实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麻烦 他们在失误过多的情况之下现在 比分上面也是处于劣势 42比19啊 将近23分的差距 看看李梦的罚球 第一罚文文命中 这时候镜头也是给到的郑维祖教练 郑维祖教练一筹莫展啊 现在是考验中国女人 所有的球员同时也是考验郑维祖教练的时候 李梦第二罚也是文文命中 李梦接球 直接投这三分球 哇这是一个超远距离的压扫三分球啊 压扫 李梦驱使是勒布朗梦啊 三分梦名不虚传 这边绕防守 再给类线传出来 李梦没有投给到黄世镜空位的机会 好球啊 来了 那这样的机会 如果中国女人都能抓住的话 现在的比分 其实也不会相差这么大 李源给了内线的李耶鲁 一个夹镜 哇 法国女人的防守 真的是铜墙铁壁 但是李梦外线继续命中 很nice 这就是大心脏的一位丘缘啊 还是给李梦 冲起来啦 好球 漂亮 一个滞空的投篮 而且打成了2加1的机会 李梦确实是这场比赛 似乎是中国女人当中最出色的 也是最具亮眼的一位球员 时间不多啦 昌 出手 好的 李梦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 命中一些神奇的三分球 法国女人 头三分没有打进 这边 李梦 只求快速推进 一条龙吗 不过 一个漂亮的欧洲不上篮 李梦的这个 表现啊 确实是 有目共睹 但是无奈 现在 时间已经不多了 留给中国女人的时间 只剩下几十秒 而且现在比分啊 有将近落后了 40多分 中国女人啊 现在 需要在这场 比赛当中 吸取一定的教训 因为中国女人上一场 打的 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 但是迅速调整 这场比赛 同样的一个 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 但是 后面中国女人 这个失误过多 让法国女人有 太多的机会 打反攻 现在 这场比赛确实是 需要好好的去 回顾 虽然说 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人 进军 霸凌奥运会 没有多大的影响 但是 确实是属于练兵 但同时也是 奥运会的 提前上业 法国女人 这边也是 全主力阵容 中国女人 同样是 全主力阵容 对的 所以 这场比赛 也是 暗暗在较劲 但是现在 法国女人 已经是不打了 比赛 一分一秒的在 结束当中 随着这个 拖延时间 中国女人 以82比50 大比分落后 这场惨败 确实是令我们 意想不到 但是我们还是 依然 祝福中国女人 因为接下来 还有一场比赛 让我们期待 中国女人 能够及时调整自己 打出 更好的一个状态 好了 如果您喜欢 中国女人 欢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